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书本打开 老师驮着背 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了进来 站住 侧过头 把小小的教室扫尸一周 然后走上了 搬掉了观老爷泥巷的砖台 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 只有我的灵桌 小明儿的风葫芦的嗓门里 发出了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 三四年级写小字 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惩罚表挂在黑板上 用那根溜光的教边纸张 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 偷偷摸摸胸口 那软软的棉团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 痒痒的 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 瞧瞧老师 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 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 一节课后 我跑出教室 躲在庙后的房檐下 展开棉团 哎呀 出壳了 在那块黑马纸上 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 一动也不动 两颗原是紫黑的蚕子 变成了白色 旁边开着一个小洞 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 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 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的叶子上 再一细看 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 伸出黑黑的头来 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里 吃力地蠕动着 叮 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 真好呀 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 我取出了房纸 铺进影格 揭开墨盒 那两条小残儿出壳了吧 出壳了 千万可别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 套出棉团来 那两条残儿果然出壳了 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 我取出鸡毛 揭开小洋铁盒 风葫芦悄悄穿过来 给我帮忙 拴牛也把头挤了过来 哐的一声 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 眼里直冒惊心 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 教室里历时腾起了一片笑声 我看见了老师 背着的双手里握着脚边 站在我的身后 慌乱中 铁盒和棉团都掉在了地上 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 眼睛仍然偷偷瞄着 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 从我坐到木凳旁边 伸到桌子底下去了 一下踩扁了那只小羊铁盒 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子的棉团 我历时闭上眼睛 那刚刚出壳的残儿呀 老师又走回四年级 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 教室里静得像空气的山谷 放学了 我回到家里 一进门 妈就喊 去 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 我没动 也没吭声 哦 像是受了罚 妈妈看着我的脸 猜测说 保险又是贪爽 不好好写字了 我仍然立在抗边 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 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 惊奇地睁大了眼睛 哎呀 头上这么大的疙瘩 她剥开头发 看着 叫着 渗出血了 这先生 打瓦打得这样狠 头顶上敢乱打吗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财 父亲在院子里劈柴 高声地说 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妈妈叹口气 给老师送饭去 给老师送饭去吧 我不去 去 父亲威严的命令 老师在学堂 就是父母 打 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 我一手提着 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 一手提着竹篮 竹篮里装着 雪白的蒸馍 菜碟 辣碟 走出了街门 这样白的摸摸 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 我鞠了宫 把罐和竹篮放在桌子上 就退出门来 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 等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 从小房里发出了一声传呼 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 去收拾那罐碟 老师挡住我的手 指着花碟子说 把这些东西带回去 不准丢掉 我一看 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 扔着一块膜 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 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 不过指头大 也被老师挑出来了 我历时觉得脸上发烧 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 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 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 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 也气得脸色铁青 一把抓起展览着 剪团和米团的花碟子 一仰手 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上上学的时候 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 慷慨地说 我再给你一块蚕子 我心里冷得很 不要 咋了 我不想养残了 没过几天 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 分了班 把一二年级 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 穿一身猎宁式制服 胸前两排大牛扣 站在讲台上 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 我姓蒋 说着 他又转过身 从粉笔盒里 捏起一节粉笔 在木头黑板上 端端正正写下 他的名字 说 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呀 往常 同学们 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 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呢 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 只有一位老师 称呼中 是不必挂上姓氏的 新老师一来 自报姓名 这种举动 在我的感觉里 无论如何 算是一件新奇事 他一开口 就露出两只小虎牙 眼睛老像是在笑 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 你们都会唱什么歌呢 大家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没有人回答 我们啥歌也不会唱 从来没有人交给我们唱歌 我只会哼 母亲交给我的那几句 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写在黑板上 就领着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 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 一句歌词 怎么也唱不协调 我急得张不开口 喉咙里像是哽着一团什么东西 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 好久 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 耿在喉咙里的硬团渐渐融化了 心里清爽了 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的那棵老桑树 摘了一包最鲜最嫩的桑叶 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 慌忙中松了手 摔到地上 半天爬不起来 嘴里咸腻腻的 一摸 擦出血了 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 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 低下头 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也弄破了 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 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 这回该吃一顿叫鞭了 我想他不在教室大 关在小屋子打起来 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 从他的桌斗里 翻出一团棉花 撕下一块 缠在一根火柴棒上 又在一只小瓶里 沾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 就往我的脸上涂抹 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 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 他拿按着我头顶的手 使我想到 母亲抚摸我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 他问 上树摘桑叶了 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呢 他似乎很感兴趣 为残儿 我也不怕了 哦 他高兴了 为残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 拴牛 我举出几个人来 多呢 你养了多少 我 我忽然难受了 没养 那好 他不知我的内情 喜眯眯的眼睛里 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 你们养残干什么呢 给墨盒做垫子 我说着话又多了 把残儿放在一个空盒里 他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 他高兴了拍着手 把大家的残养在一起 搁到我这里 可后咱们去摘桑叶 给同学们 每人网一张丝片 铺墨盒 你愿意吗 好啊 我高兴地 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赏 他领着我们 满山满沟地跑 采摘桑叶 有时候 他从坡上滑倒了 青草的绿色枝叶 粘在裤子上 也不在乎 他说 他家在平原上 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 落日的余晖里 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 蒋老师领着我们 脱了衣服 跳进水里 和我们打水仗 我们联合起来 从他的前后左右 朝他泼水 他举起双手 闭着眼睛 脸上流下一股股水来 洋装着 洋装着求饶的声调 投降了 这天早晨 我和风 葫芦 抱着一抱丧业 刚走进老师的房子 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 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 看见我俩轻声说 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 和风葫芦 对看一眼 老鼠 昨晚 偷吃了餐 我和风葫芦 奔到猪罗子跟前 餐少了 一指头长的 又肥又胖的残儿 再过几天 该网茧子了 可憎的老鼠 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 老师 不要紧 我从家里再拿来 老师苦笑了一下 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 我不愿意看见那张 永远是笑呵呵的脸堂 变得这样苦楚 就急忙地给老师宽戒 他们家多着呢 有好几竹罗呢 不是咱们养的 没意思 他站起来 摇摇头 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 有两三条残儿 爬到竹罗芽上来了 浑身金黄透亮 扬着头 摇来摆去 丝丝闻闻闻地 像吟诗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 一个大纸盒拆开 我们帮着 剪成了小片 又用针线 穿坠成一个个小方格 把那已经停实的 把那已经停实的蝉儿 提到方格里 我们把他吐出的丝压平了 他再往 我们再压 强迫他在纸格里 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蝉儿爬上了罗芽 被我们提上网架 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 就要铺一张丝片了 老师高兴地 按捺不住 像个小孩 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 养残网下的丝片 多有意义 我日后 不管到什么地方 一接墨盒 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 上第一节课了 他走进教室 讲义加上搁着书本 书本上搁着粉笔盒 走上讲台 和往常一模一样 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 一眼看见 老师那双眼睛里 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他站在讲台上 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 一只手把粉笔盒也碰翻了 情绪慌乱 说话结结巴巴的 同学们 我们上音乐课 怎么回事啊 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了 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 似乎有一股毛躁的情绪 从心里窜起 老师心里有事 太明显了 老师勉强笑着 我教 你们跟着唱 春风吹 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突然看见 刚唱完一句 他的眼角躺下一股泪水 立即转过身 用手抹掉了 然后再转过身来 颤着声又唱起来 我闭了口 我闭了口 唱不出来了 风葫芦竟然挖的一声哭了 教室里没有一个人硬着唱 我要走了 我要走了 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 他说不下去了 眼泪又窜下来 当着我们的面 用手绢擦着 提高嗓音 同学们 唱啊 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 勉强笑着 突然转过身 走出门去了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 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 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背卷和书籍 早已经捆扎整齐 他站在桌边 强笑着说 我等不到 撕片网城了 你们把残儿拿回家去吧 说吧 他提起网兜 背上背卷 我们从他手中夺过行李 走出小房 对面三四年级的小窗台上 露出一个一个小脑袋 一声怕人的斥责声响过 全都缩得无影无踪了 我的心猛得一缠 还得回到驼背 那个教室里去吗 走出庙院了 走过小沟了 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平地 我终于忍不住问 蒋老师 为啥要走呢 蒋老师瞅着我 淡淡地说 上级调动 为啥要调动呢 你刚来呀 风葫芦问 老师走着 紧紧闭着嘴唇 不说话了 我又问 为啥不调动驼背呢 蒋老师看着我 又看看风葫芦说 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 说我把娃娃灌坏了 我迷蒙的心里 透出一条份 于是就想到 村子里许多议论来 乡村人 看不惯这个新史先生 整天和娃娃耍闹 没得一点先生的架势吗 自古谁见过先生 脱了衣裳 跟学生在河里打水仗呢 失了体统吗 我依稀记得 我的父亲说过这些话 在大槐树下 和几个老汉一起说的 那个现在还不知道姓名的 盘踞在小庙里的老师 也在村里人中间摇头摆手 他们却居然不能容忍 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 我在县教育系统 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 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 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吗 他吃惊了 哪能呢 我告诉他 在我中学毕业以后 回到乡间 也在那个拆掉骨标新盖的小学里教书 第一个春天 我就记起来该暖残子了 和我的学生一起养残儿 往一张丝片 扑到墨盒里 无论走到天涯海角 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思 老人把丝片揭到手里 看着那一根一缕 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 两滴眼泪 滴在上面了 经典三文 一年又一年 且行且珍惜 作者 林雨棠 时间一去不复来 这是一句最好的警语 你当初到社会上服务时 你总是带着满心的精力 你应该把全副精神 灌注到你的事业中 无论你的事业是务农 做工 经商 你不要把时间在无形中溜走 哥德说 你事宜站在哪里 你就应该站在那里 三心两意的人 多了这句话 可发生怎样的感想呢 这是警告你 不要东碰西撞了 依据你的个性 决定你的事业 想好了 立刻就动手 一个人彻悟的程度 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 人生不完满是常态 而圆满则是非常态 就如同 越圆为少 越缺为多 道理是一样的 如果理解世界和人生 那么 我们就会很快变得通达起来 也逍遥自视多了 苦恼与悔暗 也会随风而去了 当你在情感上 遭遇到创伤时 最好的办法 就是独自去看一场悲伤的电影 你一个人去看 就可能感觉到一点孤独 而黑暗 更能松弛你的自我控制 使你尽情地痛哭 充分获得发泄的效果 你能哭 就表示最坏的一段时期 已经过去了 在悲伤的初期 是没有眼泪的 只待活力恢复后 才会流得出来 眼泪 以使你的情形 变为松缓 享受悠闲的生活 当然 比享受奢侈的生活 便宜得多 要享受悠闲的生活 只要一种艺术家的性情 在一种全然悠闲的情绪中 去消遣一个闲暇无事的下午 人生于世 所碰到的问题 不是他应该以什么作为目的 应该怎样实现这个目的 而是要怎么利用此生 利用天赋 给他的五六十年的光阴 他应该调整他的生活 使他能够在生活中 获得最大的快乐 这种答案 跟如何度周末的答案 一样的实际 不像形而上的问题 如人生在宇宙的计划中 有什么神秘的目的之类 那么 只可以做抽象 而渺茫的答案 人生的幸福 无非四件事 一是睡在自家的床上 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 三是听爱人讲情话 四是跟孩子做游戏 人生在世 幼时认为什么都不懂 大学时以为什么都懂 毕业后才知道什么都不懂 中年又以为什么都懂 到了晚年才觉悟 一切都不懂 有时之事在成功时 是不以为自己成功的 在失败时 也不以为自己是失败的 只有一知半解的人 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败 当作绝对真实的事情 一个人能不受俘获的扰动 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 使人能够忍受一些折磨 而不烦恼 人生不过如此 且行且珍惜 自己永远是自己的主角 不要总在别人的戏里 充当着配角 而不合适的